这个直接就一点 嗨大家好 我是悟空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才我们开箱那台 由TCL代工的 一个叫做Macro Max的品牌的电视机 那么这个台电视机 应该也是一台外贸的电视机 Macro Max 应该是主要是出口印度这边的 而且在印度应该是挺出名的 这一次搭载的操作系统 是安卓原生8.0的操作系统 上次有小伙伴反馈说 电视机最多的版本是6.0的版本 可能有点低 大家有点失望 这次就如你所愿 直接是安卓原生8.0的操作系统 并且这一次是支持谷歌投屏的 还支持奈飞的授权 是直接可以在电视机内部 去播放FSK的内容了 你就不用在外接电视盒子去操作了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 就是电视机硬件 早晚有一天会被淘汰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去外接电视盒子 因为电视盒子是随时可以更新的 而且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廉 所以音质和画质可能是你选购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准 等一下我们会用三台电视来测试一下 它的色彩 HDR 还有杜比音效 这三个层次来测试一下 但是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评测 可能有一些季节的地方说的不到位的地方 也请大家海岸 并且有一些特别专业的东西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私信 然后我私下去测试 因为一个视频不可能把所有系列都展示全 而且我确实不是那么专业的人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体验吧 好了 这个电视启动之后 进入了操作系统 就是安卓原生8.0的操作系统 我相信这个界面 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包括mebox以及神兜TV 都是采用安卓原生的系统 然后8.0跟9.0其实差距不是很大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电视机的一些设置情况 OK 在右边可以看到电视是支持googlecast 也就是投屏的功能的 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实用的 这边还有一个开关的按钮 我们点一下这个开关 这个开关的按钮是实现快速开机和关机的 这个功能是十分实用的 对于电视机来讲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需要把整个的 安卓操作系统关掉 而是快速开机 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这个功能 现在我们把它关掉 OK已经关掉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power键 这样就开启了 就相当于只是关闭了屏幕 并没有真正的把整个操作系统关掉 OK继续看下面的一些选项 我们点开这个关于 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名称是Android TV 然后最下面它的版本是8.0.0 不过这个版本好像是user debug的版本 目前网络它配备的网口是百兆的网口 等一下我给一个特写 在我的交换器上 橘色代表的是百兆 而绿色代表的是千兆 好我们用软件来看一下它的硬件的参数 它的主板是TCL 我觉得应该是TCL代工的 然后在这边看一下中央处理器 是采用mtk的5891 也是一颗4颗心的64位的处理器 这台机器它的总的存储空间是11GB 这个机器是带语音功能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遥控器 它的遥控器上有这么一个按键 这个按键就是语音的按键 我们点击之后就可以说话了 我们点一下 打开YouTube 可以看到它很快就识别了 然后YouTube就打开了 当然你还可以用其他的指令 既然YouTube打开了 我们就不妨实测一下YouTube的速度 还是老规矩4K60FPSHDR的视频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视频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的分辨率是1920x1080 而且乘以2 就代表它当前的Vpern是4K的 然后目前它当前正在使用的分辨率是 3840x2660 那么打开奈飞看看它值不值得 刚开始进来 它会出现这么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不会影响到你正常使用的 OK 老规矩选择悟空 好了 现在第一个片源可以看到 它默认应该是4K的一个片源 我们看一下 点一下更多资讯 这个片源肯定是4K的 上面已经标识着HDR了 因为这个电视机是支持HDR的 所以点亮了这个图标 我们点开播放一下 好了 上面正在写着正在使用HDR10播放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分辨率 我们直接使用它自带遥控器 自带遥控器上面有一个info的按键 我们直接点击它就可以了 点击它之后 我们可以在左上角看到具体的当前使用的 视频的速率 目前是2160P的分辨率 位速是15.25Mbps 所以目前我们享受到的画质 就是4K的画质 我觉得用原生的电视去看奈飞 还是非常爽的 毕竟它是安卓操作系统 要比LG的webOS有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下面一个操作 就是试一下投屏的操作 好了 现在我们找一个影片 还是刚才那个影片 我们看一下右下角的 有一个在电视上播放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右上角出现一个Android TV 然后我们点击 好了 现在就应该投射到电视机上面 OK 电视机上面已经出现投屏这画面了 当然这个操作 你也可以用手机去进行 手机和电脑都可以 只要在同一个网段就可以 我觉得这投屏体验还是非常棒的 好了 关于操作系统这块 就先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其他的本地播放的能力 现在摆在你眼前 有三台电视机 我们这个环节就想测试一下 同一个影片播放出来的色彩 以及亮度的一些表现 这个测试可能也不是特别客观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评测 我只能把我能拿出来的电视机 全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第一个环节是测试HDR的视频 对比赛的视频 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那我个人觉得可能 左下角这一台呢 可能颜色偏黄一些 然后最鲜艳的应该就是 LJ这台 然后最后面那个中规中矩 当然他们的尺寸不一样 因为右边这台呢 就是可能靠近窗户 看的不是很清晰 大家就是有一个感觉就行 就是稍微对比一下 因为我真的是条件有限 我能把我所有的电池都摆出来 看看这个色彩哪个更好一些 因为这台电视机总是有阳光 这样吧 我们把它搬动一下 看一下 这样斜着可能稍微好一点 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录进去 看一下 这样可能看的清晰一点 他们采用的偏缘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下色彩的一个对比 我们分别放同一个样片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 它已经显示杜比音效了 也就是说这一台是支持杜比音效的 虽然还是不同步 但是大概能顺序都差不多 就是我一个人弄三个遥控器 确实有点费劲 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颜色还是都是不太一样的 可能跟出厂调教的有关系 我左下角这一台 就是55寸的这一台 好像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偏白 然后LG这个电视 好像是有点发冷色的感觉 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最后面那台65寸的 那台可能就更加自然一些 当然我不知道 就是摄像机到底能不能拍出这种效果了 其实你在现场的时候跟实际的拍摄还是不一样的 OK已经放完了 现在应该是可以自动播放第二个片子 然后这个制度这个没有播放 我们自己点一下 怎么样 这三个色彩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好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杜比音效 可以看到它开启的时候 右上角有一个杜比A6的标志 就是可以点亮 所以就是说这台电视是支持杜比音效的 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杜比音效 并不是杜比全景声和杜比世界 因为我没有单独的片子测试杜比A6 所以只能拿这个片子去测 这两台都是没有的 但是我觉得有的话比没有稍微强一点 因为它下面本身就带一个soundbar 本身就是效果就比较好 我们把它放声音大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台电视 就是55寸这台电视可能音质更好一些 更清脆一点 好了 这个就忍者见人质着电质了 就到这里吧 OK 那下面我们感受一下它这个音质 看看怎么样 找一个现场演唱会看看 我们感觉到这里 做一个补充说明 之前我们之所以感觉屏幕发黄是这样的 它这边有一个HDR的选项是可以调节的 我们点击设置按钮 然后可以看到目前是标准的 之前我也调成了游戏模式 所以游戏模式你看就是发黄的 好了 经过刚才的简单上手体验 其实也不是简单上手体验 说实话录这个视频已经弄好几天了 折腾了好几天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电视机 可能它的优点还是在于 它的安卓原生8.0的操作系统 因为操作系统你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安装 这个APK 第三方的APK 你可以随便装 同时又支持谷歌投屏 又可以直接在电视机内部去播放 内飞4K的内容 而且当你想看电视的时候 你可以快速的开机 你就不用再接外接电视盒子 去做各种切换信源的一些操作 我觉得这个才是电视机最大的亮点 它的尺寸也是刚刚好的 55寸能够满足绝大用户的一些需求 从色彩 还有这个音效 还有这个画质来看 我认为它这个颜色可能就是没有LG电视那么艳丽 其实LG这个电视 我一开始没有觉得它有多艳丽 但是一旦跟这些电视比起来 我就觉得还是比较艳丽的 相反我可能更加喜欢就是我后面那台 就是大尺寸的65寸电视 它可能就更加中规中矩一些 我觉得它的色彩更逃我喜欢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喜欢现在这台 那现在这台如果不播放HDR视频的时候 它的亮度是比较高的 就是我左下角那台 那其实亮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如果说你的电视带有HDR功能 但是你的亮度不够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HDR功能开启跟不开启是差不多的 包括我们最近比较热议的一个叫杜比世界的东西 这个杜比世界为什么有的电视是没有办法点亮的 是因为杜比世界是要求你的电视有一定亮度的 如果达不到这个亮度的话 那你即便是开启了这个杜比世界也是没有效果 所以这些参数比较高大上的一些参数 都是要求你在亮度方面有一定的素质才可以的 我觉得在这个音效方面 就是这台小的就是55寸的电视机呢 可能它的音质更加清碎一些 个人还是觉得它的音效要比它的这个画质要强的 OK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桌件 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 如果大家对这么事情有什么疑问 或者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